第七章 一件小事 妈正在午睡 诗集滑落到地板上 猫咪不停地打着呼噜 令人艳羡她的美梦 我当时已能看七言诗 心不在焉地读过 放在妈桌上的诗书 其实那都是些民谣 讲些浪漫的故事 最适合普通大众的口味 我突然看到 遛妈的女佣王妈走进院子 进了妈的房间 四太太 可怎么办好哟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喘息着说 妈赶紧起来 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太太和三太太吵起来了 她说她不想活了 让三太太把她杀了得了 我有什么办法 老爷不是在家吗 妈边说边穿衣服 穿上鞋 老爷可吓坏了 他让我叫你赶紧去 劝他们别吵了 妈连头都没顾上书 跟着王妈 急急赶到前院 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 王妈说 开始还好好的 我们太太 把她新买的衣料 送给三太太 还说给她找个裁缝 他们有说有笑 跟老朋友似的 可我刚从厨房回来 就听到他们吵起来了 没完没了的 爸正走进院子 看见我们就停了下来 快去吧 出了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 六妈最怕丢面子 可三妈总是不依不饶 妈没时间听爸多说 他走得很快 只是说 对 嗯 王妈冲妈伸伸舌头 叽叽眼 小声说 瞧老爷给你找的好差事 如果跟他说 准会给他好脸子看 王妈伸出手指 我们知道 他是指五妈 老爷不愿让他们难堪 妈静静地说 到了前院 看见六妈 正用头朝三妈胸前撞去 她已经哭得 上气不接下气 有本事 你杀了我 杀了我你才开心 杀呀 我不想活了 活着有什么用哦 早晚得让你折磨死 杀呀 杀呀 三妈使劲全身的力气往外推 可还是撞上了 她尽量站稳 免得被六妈撞倒 妈走过去 和用人们一起把他们分开 三妈狠狠地说 想死还不容易 没人拦你 最好当着老爷的面去死 他可怕你死了 总会哭着求你 六妈不管那一套 越哭越凶 你杀 你杀 不杀我 今儿跟你没完 别那么拉拉扯扯的 我又不是男人 三妈长吐了一口气 歇斯底里地大笑着说 你个贱骨头还不知谢我 让那么多男人 骑了又甩了 是我把你带进这个体面的家 闭上你那张臭嘴 你敢再说 看我不接了你的点 满嘴长窗地 说出这些脏事 六妈悲伤地哭了 好像心都碎了 她又猛地用头朝三妈撞去 嘴里念叨着 我过去是没法子 干那事是为了填饱肚子 没什么可害臊的 我到位呢 吃他男人 花他男人 还在床上养个小白脸的害臊 这种女人才是贱骨头呢 你个臭婊子 说谁呢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有脸抖落你那点烂事 我知道说谁呢 我没功夫瞎扯 这都是你逼出来的 什么 三妈的脸越来越红 脖子红得像根粗香肠 她打了六妈一耳光 又怕六妈打她 赶紧躲开大声叫着 你个烂嚼舌头的 是谁跟床上睡过小白脸 进棺材之前 你得给我说清楚 是谁每月用我们老爷的钱 给那男的寄去 是谁现在还养着个野杂种 干嘛上那么大伙 我又没说什么 我只是骂那些 养野汉子的贱货 这可怪不得我 想叫我死动手啊 我死而无怨 而且你也除了眼中钉 妈用力分开他们 脸红得像喝醉了酒 她喘息着说 够了够了 别骂了 用人们会怎么看 消消气 别再闹了 我死也不会明目 我要让她明白 她是怎样害了我 她老想用死来吓唬我 我敢打赌 妈想把六妈拉开 好好劝劝她 可六妈见妈 真不想让他们再吵下去 就越发变得疯狂 好在有用人帮妈 终于把六妈拉开了 用人们拉着她俩的胳膊 他们仍想挣脱开 好像犯人 和我们在街上见过的疯子一样 我倒高兴看了这么一出好戏 想到用人们平日对她俩唯命是从 就更觉得有意思 三妈和六妈又黑又长的头发 披散在脸和脖子上 遮住了眼睛 挂吓人的 粉和胭脂就着眼泪 把脸上弄得红一块 白一块 黑一块 还有好多指甲抓过的印子 尽管用人们拼命拉着 他们还是想冲到对方跟前 我越看越觉得有趣 不由地想起戏里面的人物 三妈就像谋害亲夫 被小叔子杀了的潘金莲 六妈像一个丈夫不在家时 虐待婆婆的女人 丈夫回来后要拿刀把她宰了 婆婆不让 说宁愿叫儿媳把她杀了 最后 丈夫杀了一条狗 我越想这两出戏 越觉得三妈和六妈像他们 看他们吵架 真好玩 妈是个好心人 不会看他们的乐子 她显得很累 可还是待在那儿不走 三妈和六妈 做了那么多使她生气 伤心的事 难道她都忘了 妈对他们说 给老爷留点面子 别让人看她笑话 她已经够烦的了 这些天来她脸色苍白 可怜可怜她 如果她出了什么事 你们又有什么好 四妈 我是同情你 你太老实 想得太简单了 三妈大声说 有好多事你不知道 我敢说 对我们吵架 老爷不会动心的 可他早晚得死在那老巫婆手里 他一天到晚缠着老爷 不让他到别的房去 你个醋坛子 酸得都发臭了 也不害臊 你满嘴跑舌头 可别无赖好人 老爷愿到我这儿来 我能把他推出去 我倒想知道 是哪个老巫婆 反锁了房门 留野男人跟他睡觉 六妈几乎把他知道的 全抖落出来了 三妈无言以对 拉着妈的手 伤心的哭了 三妈边哭边小声咕弄着 妈和用人们都在劝他 我只断断续续地听三妈说 好个老巫婆 老妖精 我帮老爷把他弄回来 现在都忘了 又不是我想来 是老爷花钱请我来的 别老把巫婆挂在嘴边 不然把我知道的 你那些好事全捅出来 本男的见不得人的事来吓唬我 我才不怕你那烂舌头呢 你那些脏事 瞒得了别人 可逃不过我的眼睛 住嘴 臭婊子 你敢再说 看我不把你舌头揪下来 三妈大声喝道 你个贱骨头 我帮你想了福 倒反过来汗我 连疯狗都不咬主人 你真是连狗都不如 你才不如狗呢 母狗只在闹春的时候才眼红 有谁见过一个阔太太 孩子都好几个了 还像条闹春的野狗 滚出去 臭婊子 瞧你那德行 有什么资格骂我 给你脸就上鼻梁 李妈 王神 把这疯婆子 从我院子里赶出去 三妈气得跳着脚大叫 好像丢了什么金银财宝 五哥正站在门廊下 没事人似的 看他妈吵闹 三妈突然冲他叫道 好儿子 妈盼你快点长大 好给你妈报仇 去把你爸叫来 让他带宅娘俩离开这个家 就是上街要饭 也不跟这儿待着 快去叫啊 走了以后 让那野种分房产吧 五哥出去了 他是个老实 头脑简单的男孩子 爸很宠他 所有在场的人 都乐得看好戏 没人拦着五哥走 我猜六妈明白 三妈这么做 是为让他丢脸 他脸色一变 抹了一把眼泪 嘶哑着嗓子喊道 我死之前 你要说清楚 野种指谁 即使我死了 也不能让人 虐待我的孩子 哈哈 好吧 我指的就是野种 三妈神秘地笑着 谁都知道 家里就两个儿子 一个你的 一个我的 你说谁呢 我不会告诉一个贱女人 你可以去问老爷 让他来骂我 因为我把你的好事 说了出去 你得给我说清楚 谁是野种 就是我做了鬼 也会天天咒你 你说死都说了一千遍了 我都听腻了 如果你想糊弄老爷 就快点 我今儿就死在你面前 六妈突然用头朝三妈前胸撞去 好在妈和佣人手急眼快 一把拉住他 妈把六妈带回自己房里 让他躺下 他哭得挺伤心 妈耐心地劝慰他 我靠近窗户站着 望着窗外 三妈走了 妈冲我摇摇头 显得很不高兴 我知道 她是不喜欢我看着热闹 我的房间布置得像真正的化石 家具都是爸挑选的 房子两侧是窗户 一侧窗前是一大架开满了花的紫藤 微风吹过 香味扑鼻 就好像把花吃到了嘴里 另一侧窗前是紫丁香 白色和淡紫色的丁香花 在阳光下显得格外迷人 香气食苦食甜 令人心醉 这使我想起在戏园子看过的几出戏 越回味越觉得 富裕芳香 面对紫藤的窗前 摆放着一条黑漆桌案 光滑透亮 可以反照出美丽的紫藤花 我常在这张桌子上练习书法 一张大红漆桌案 放在面朝丁香树的窗前 这种红漆 是北平最好的 红的发亮 看久了 令人目眩 简直妙不可言 这种红色也许是由红 蓝和深褐色调制而成 令人感到赏心悦目 柔和宜人 其黑色或本色家具 再合适不过 即使家具涂上别的色 它的色也能看出来 用这种红漆是爸的主意 我同意了 大方邓正与红漆桌案相配 他比椅子高些 恰好让我这个小女孩 坐在上面画画 我一进屋 惊讶地发现 爸正扶在黑漆桌子上 悠闲地写着字 他看见我 便叫我过去看他写字 我站在他前面 他眼盯着纸面 潇洒辉豪 而我却还想着 前院六妈和三妈 吵架的场面 他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简直太有意思了 真令我这小姑娘开了眼 可我闹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吵架 究竟吵什么 我猜 可能跟爸有什么关系 我多希望爸能告诉我 他是否为他们吵架 感到难过 但他看上去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脸色还是平日那般 温和平静 抬起头 爸看我正出神 和蔼地对我说 我特爱闻着紫藤花香 他总让我记起许多赏心乐事 带我回到静静赶考的那段日子 我一见榜上有名 便心花怒放 好像天下人都在看我 我见人就说 逢人便讲 可这跟紫藤有什么关系呀 我不明白 爸的意思 我忘了告诉你 赶考时 我住的那家小客栈 就有一棵大紫藤树 起床前或离开客栈时 我总觉得 那香味会一直跟着我 爸的心情非常舒畅 可我还是不明白 也不敢问了 爸又继续写字 我已经心不在焉了 只听爸小声说 这个家就这一脚 能让人坐下来干点事 我知道 爸是说他喜欢在这儿 我笑了 爸写完两个条幅 把他们贴在墙上 他走远一点 看了好一阵 然后把他们调换位置 又看了一会儿 我不止一次见他这么做 可不知为什么 爸发现我在网窗外看 对他的书法不感兴趣 就说 书法是最高的造诣 没有极尽 你越写就越觉得 它趣味无穷 人有天赋 方可为之 沉醉其中 才能误得其境界 也许 现在你还不懂 等长大了 你就能体会出来 爸说着 点燃一只雪茄 他抽烟的样子 好有魅力 他接着说 那些新派人物 接受西洋的东西时 也会失掉一些东西 他们就不欣赏书法 可你知道 书法是修身养性的家境 眼手合一 一道必随 整个身体 都有一股气韵 爸说完 回书房抽鸦片去了 他让我叫妈 去帮他点烟 可妈说他头痛 出不了屋 我正要走时 妈对五妈说 我不能让他们 说我闲话 我把这些告诉了爸 他问 你妈真病了 如果病了 得找大夫看看 我有点怕医生 所以说 他没病 那他现在干嘛呢 是他跟你说 不想来帮我吗 我突然意识到 我犯了个错 我太蠢了 什么都跟爸说了 我担心 妈会骂我 可又不知 怎样回复爸 我的脸 变得苍白 总为些小事 纠缠不休 我都明白了 你妈是个大好人 她总想着别人 就是不想 她自己和我 真有点傻 听到爸 说妈傻 我感到一股 难以忍受的羞愧 我不知如何 为妈开拓 只是不喜欢 用傻字来说妈 因为 是我愚蠢地 把一切告诉了爸 眼泪顺着 我的脸颊流下来 爸 有点吃惊 妈哄我说 别以为 我是在说 你妈的坏话 没有 如果说了 是爸的不对 好了 现在出去玩会儿 我带你和五哥 去法园寺 那儿的丁香花 都开了 让陆峰 背车 我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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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